美国民谣和摇滚乐重要推手Bob Dylan 他创作的民权和反战歌曲 在1960年代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在绘画上也有非凡成就 最近纽约就展出他的《憔悴的空白》系列 这是他在1989年到1992年寻回世界各地 用画笔沿途记录下来的风景 有空荡荡的溜滑梯还有空无一屋的铁道 他说希望每个人带着不同的想象力来看这些作品 空荡荡的铁轨 空无一人的溜滑梯 这些都是美国著名音乐家Bob Dylan的作品 他在1989年到1992年寻回全世界 举办永不停止巡演 一路上他用画笔记录下每个场景 2007年曾经举办过各展《憔悴的空白》系列 这次在纽约再度展出当年的作品 这个系列开始了 他在旅行旅行旅行 这些作品都已经十五年过去 他们在一刻的作品里 是黄和白的作品 美国知名音乐家Bob Dylan 成名于1960年代 被公认为反叛文化的代言人 他的许多歌曲在美国的民权和反战运动中 不断被传唱 《时代》杂志更把他选为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 后来从民谣歌手转型成摇滚创作 改变了西方摇滚音乐 除了音乐Bob Dylan在文学以及绘画上 也有非凡的成就 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 就把他誉为最伟大的诗人 这次展出的作品 虽然经过修补和上色 但全部的手稿都出自Bob Dylan 一评加说 虽然他的绘画缺乏火候 但就像唱歌一样 每一幅画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全神贯注 从他的每一笔线条中 我们看见不一样的Bob Dylan